特斯拉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股价打了7折还不够 那还要打几折呢 风靡全球特斯拉 怎么会轮落到今天的窘境呢 马斯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台股爆爆爆你一定要看 特斯拉到底有多强 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特斯拉在2020年跟2021年两年的涨幅 高达1163% 你没有听错涨了11倍 也是美国第六家市值突破1兆美元的企业 这1兆美元有6档股票 是苹果 微软 亚马逊 Alphabet 就是Google Meta 就是Facebook 再加上特斯拉 这市值超过1兆美元的企业 所以你会看到特斯拉五眼佛界 影响力也蛮大的 为什么 等一下让喆喆喆来细说这一切 欢迎来到Cybertruck的领域 我们建设了一个超级组织 这是超级硬的 冷热的 执行长马斯克凭借着个人魅力 成爷马斯克 拜严马斯克吗 凭借着他个人魅力 在全世界收编一大票粉丝 最夸张的是韩国的散户 在特斯拉20年跟2021年大涨特涨的时候 疯狂买入 直接买到特斯拉第七大股东 就是韩国的散户全部合集起来 第七大股东 持股1.6% 那看我们这个K线就知道 特斯拉涨得非常之夸张 因为它切割股份再涨 造成它非常夸张 两年11倍的一个报酬 在2022年的时候 特斯拉进入了空头市场 全年下跌超过65% 哇快要打三折 股价快跌了七成 同时起 特斯拉圈重占比4.3% 纳斯达克的指数则是下跌33.1% 那韩国散户则是在特斯拉大跌的时候 不离不弃的大买 不离不弃是我兄弟 但这跌下去是不是兄弟就很难说了 因为亲兄弟得要名算账 2022全年韩国散户大买超过28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但整个2022年就损失超过100亿美元 那么为什么特斯拉今年会这么惨呢 接下来我会从四个方面切入 分别是外界的看法 特斯拉问题 马斯克问题 以及电动车的问题 外界看法 好莱坞电影大麦空主角的原型 Michael Burry 就因为放空次贷泡沫大成功 所以一战成名 所以有人就拍了一个大麦空的电影 Michael Burry在2021年6月宣布要放空特斯拉 但在同年10月 就被嘎到举牌起投降 所以就算是泡沫 你嘎的时间点 你做空的时间点都很重要哦 不过 他并没有放弃 在今年9月的时候 他再次对特斯拉发布空袭警报 刚好大赚特赚 这一次看起来是大获全社 因为特斯拉在之后三个月内 大跌超过53% 直接腰斩 另外一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的教授 克鲁曼 他说过特斯拉股票就像比特币 是靠炒作跟信仰这两项资产的市值 克鲁曼有多强 他早在2005年就警告过 美国繁华经济的繁荣 都是靠人民借钱买房 消费不可能持久 果然2007年到2008年就发生了金融海啸 验证他的说法 特斯拉问题到底在哪里? 特斯拉最大问题就估值过高 就是他的价值超过他的本质 做太多梦了 2021年1月的时候 本益比高达1765倍 不要开玩笑 台股的电子股 如果有17倍就能嫌多了 更何况是1765倍 这个比人家多攒100倍 要知道美股平均的本益比大约只有20倍左右 他比人家多了1745倍的本益比 那股价开不开跌? 看起来是应该 而且就算特斯拉在2022年已经下跌65% 特斯拉本益比依然超过37倍 天啊 所以特斯拉股价 似乎还有腰斩的可能性喔 如果从本益比的空间来说的话 当然不是吓大家 我也不希望如此 如果特斯拉没有办法持续成长下去 37倍的本益比依然是过高的 你要这么高的本益比 你一定要企业持续的成长 持续的繁荣下去 以2022年来看的话 特斯拉全年交车 131万辆 年增40% 2021年年增 1倍 2020年年增 3倍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年增的速度越来越缓慢了 全年产量137万辆 可是交车 131万辆 东 通过于求的现象的 而且交车就是销售量 低于华尔街预期的 134万辆 也低于马斯克的目标 年增50% 然后140万辆 另外在全球电动车数量 持续成长的时候 特斯拉2021到2022年的一个市占率 居然出现 明显的下滑 虽然电动车数量成长 跟市占率下滑 没有一定的关系 这代表特斯拉在电动车市场 优势已经逐渐消失了 我们看2021年的 纯电动车来看的话 特斯拉市占率20% 在2022年的Q2第二季的话 特斯拉的市占 从20.2%下滑到15.9% 过了半年市占率下滑这么快 比亚迪穷追扶摇直上 从6.9% 拉高到11.2% 可是这时候 巴菲特却在乘比亚迪 在14年他赚了40倍的过程中 在去年开始大卖比亚迪 股神就是不一样 巴菲特就是不一样 希望我们的台积电 也能涨40倍 涨到2万块 14年的时间 希望能够如此 第二个市值方面 在2021年的时候 特斯拉市值无人能敌 最夸张的是 第2到10名全部公司 加起来的市值 是9,693亿 还比不过一家特斯拉 真的太夸张了 特斯拉那时候的市值是什么 10,612亿美元 哇 其他加9,693亿美元 真的差太多 代表什么一件事 你把特斯拉全部卖掉 你可以买上 Toyota 丰田汽车 买BRD 买Rivian 这是新的电动车 买福斯汽车 买通用汽车 买 賓士 买法拉利 买Lucid 还错错有余 等到2022年的时候 你会看到右边的表格 特斯拉短短一年 大幅缩水7成的市值 而传统汽车大厂 丰田跟福斯 都只有缩水 差不多13% 冰市只有缩水14% 特斯拉市值真的缩水的 很严重 特斯拉的销量还有一个问题 像哲哲就很在乎这件事情 特斯拉在2021年的时候 宣布放弃使用雷达 并且在2022年4月 甚至开卖 不带有雷达的电动车 敢用纯试捷方式 启用自驾系统 我认为放弃雷达最大的作用 是省成本 让它和传统高阶车产比较 例如宾室 我会发现安全性大打折扣 为什么 像宾室 特斯拉有镜头 宾室也有镜头 它也加上雷达这个选项 你要了解 镜头毕竟 它是2D的 它不可能各个角度去照这个像 它有时候镜头的时候 辨试的过程中 它可能分不清楚 白纸 白车子 还是墙壁的差别 这是有可能的 可是这时候你用雷达 去反映它 知道前方有个阻碍物 就会让你避开车祸 及时的刹车 所以雷达很重要 所以要是我这么注重安全性的 一个客户 如果他放弃雷达 我是不太可能买特斯拉的 因为汽车 安全至上 然后马斯克的问题在哪里 马斯克在2022年的时候 4月宣布以 441美元 购买Twitter 并在之后 开始出脱 特斯拉的股票 你看这个右边的表格就知道 马斯克卖出的特斯拉股票市值 哇 228亿美元 当然有人说 卖这些股票是为了他要筹钱 买Twitter 不过我是阴谋论主义者 我认为马斯克 美其名是要卖特斯拉股票 买Twitter 不如说是要 变现 因为他可能很早就知道 特斯拉 快不行了 所以利用买Twitter的名义 去卖特斯拉的股票 这个有没有可能呢 马斯克接手有点不务正业 他自己手下 已经有天上飞的 SpaceX 地上跑的 特斯拉 以及在地底下挖隧道的什么 Boring Company 还要再做Twitter 这个有点高估自己 最后 他的电动车本身有一些问题 目前电动车要普及 要面临许多问题 第一个 驾驶容易有 电量 焦虑 电池的一个里程数 常常灌水 像你要到墾丁 到台中 你可能买一般的汽油车 你不会买到电动车 因为你想到说 到时候找不到 充电桩 或者充电桩 可能充电要很久 前面要人排队 怎么办呢 可是买汽油的车 你随便加个 95的无纤汽油 随便都可以找到 就是连柴油都比电动车 好加油多了 所以驾驶有容易有电量焦虑 所以代表是他 客户群没有太广泛 这四驱的时候 慢慢跑的过程中 不会距离跑太远的时候 买电动车 那如果 比较注重安全的人 那可能就不会买了 第二个 专设充电桩成本过高 社区大楼经过 管我会同意 那这个成本怎么算 这个也是有 它的上限 有它的一些限制的原因 第三个电池有说明 满电 满格的电 的里程数 会越开 越低 里程数越来越低 所以结论是告诉你操作特斯拉的时候 你千万不能逆势操作 不论是你一开始在强势的时候要做多 你要等线行滑落 再去做空 或者是说你现在低阶买盘 你要等它到 斜率翻阵的时候 高点越电越高的时候 你再考虑 去进场 就像大家知道特斯拉的估值过高 但技术线行 也不能轻易放空 强如大麦空的主角 Michael Burry 也一度被告到投降 但今年在技术线行 破底后进场 如果它空单还没有出掉 那这次真的大获全胜 所以技术面跟基本面 都要相互配合 非常重要 投资人现在也不必 一股脑的 去放空特斯拉 或低阶特斯拉 因为它 股价跌很深 随时有机会反弹 等到反弹的时候 你再去低阶就好 有可能逐渐浮现投资价值 仔细观察 或许能发现 长期投资的买点 今天台股爆爆爆 已经告诉你 特斯拉为什么沦流到此 如果你觉得非常精彩的话 给我们鼓掌一下 给我们按赞按赞 然后留言 订阅我们频道 开启全部的小铃铛 也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我们这个订阅频道 也有十几万人了 也喜欢我们节目 要记得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最重要的是什么 也要记得留言 按赞留言分享 然后也可以加入我的LINE 台股爆爆爆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了个小铃铛 我们下周见了个小铃铛 我们下周见了个小铃铛